《戰士干貝》 是黃春敏老師 他在早年的時候做採訪 他因為熊的邀請上了就好茶 在那個晚上當中 他寄述於熊的家 看到了熊的家人 為了不同的政權戰爭 而暫死沙場 這個故事是 深深地觸及了他 所以他寫成了劇本 在我的解讀當中 《戰士干貝》的這個故事 正是他的出口 他透過這個故事強烈地去問 我們所有在這塊土地上 生活的人 我們為什麼而戰? 我們要留下的是什麼? 臨時幾乎 中文最大 是永遠的 天滅 教大家的故事 在尋找床的故事 周一面 在電影 坐下